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来访谈陈文明先生和他正在创作的雕塑李汪洋像 从大门往自由雕塑公园里面走 是一条沙漠特色的小镜 在繁忙的15号公路旁 就是陈文明先生的自由雕塑公园 这是自由雕塑公园的第一座雕塑 印尼安风马酋长 风马酋长雕塑的背后写着 不自由物灵石 在离自由雕塑公园七英里的沙漠深处 有一个绿树成荫的张园 这里就是陈文明先生的雕塑 唱作诗了 陈文明 华人雕塑家 新西兰公民 美国居民 先后唱作了民族女神像 《天安门投杀事件大型佛雕》 燃烧的西藏 刘晓波 达莱拉玛等作品 2012年 陈文明先生先后三次赴战火纷飞的叙利亚 在战场上与叙利亚自由军并肩战斗 回到美国后 陈文明先生举办了筹款晚宴 为叙利亚自由军捐献了他们继续要的风帘皮卡车一台 多年来 陈文明先生一直奔波在民族自由事业的路上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陈文明先生的唱作史里面 在我们的身后呢 这是陈文明先生最近的雕塑 李汪洋先生的这个塑像 陈老师你好 你好 欢迎先生你好 我们对陈文明先生的这个认识呢 首先是对他的那两次进入叙利亚的故事 好 听众 观众朋友好 很高兴今天能接受冠永先生的采访 那么去叙利亚呢是12年到14年 我其实先我去了三次 那么有一次没有进去 没有成功的进去 但是呢 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 他们又给我派到土耳其 进到叙利亚以后呢 派到回到土耳其呢 参加了一次就是他们奥运的长跑运动 那么我作为一个国际人士吧 参加他们叙利亚反对派的那个 这次长跑也是作为他们的一个宣传 然后他们一个promotion 对国际上就是有一个 他们有反对派参与的马拉松长跑 那么我回到了安全地带的土耳其 就是他们的反对派运动的一个外国人士吧 一个来自专制独裁国家 中国的一个反对派人士 参与他们的自由反抗运动 那么然后呢 再从土耳其 再从那个电竞 再进来呢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人去了 我见我去了三次 去了三次 对 他们当时我离开的时候 当时有夏明那个秦始大学的教授 夏明先生还有李靖靖 他们去欢迎你回到美国吧 他们去的时候 我们跟叙利亚的反对派人士呢 有一个 互动维持会团 就是签订了一个协议 就是 一个准政府 跟中国的反对派人 跟民主党 中国民主党 签订了一个协议 互相支持的一个声明 那么当时我们走的时候呢 签夏时的毛毛 当时的叙利亚评议 就是说叙利亚评议 我说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他说 不是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中国民主党 马上要离开了这个地方 叙利亚评议 他说叙利亚评议 就是他为我们那么好的一个友谊 当这个朋友 他的战友 你看这个地方 他感到惋惜 叙利亚的朋友 认识的一种象征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战夺的友谊 我们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了解 那么这种了解 完全不是原来他们的一些人 就是想到的 中国的产品 中国的道德比 中国的产品被加拉近 那仅仅是对中国政府的一种 信任 而他们真正的了解到 从我身上和我的朋友身上了解到 中国人民是对他们的革命 对他们的自由 解放运动是完全支持的 所以说我们是站在正义的地方 站在人民的地方 而不是站在独裁者 专制阿萨德政府 阿萨德政选这一方 所以他们有了一个 比较新的一件事 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 完全不是一样 中国政府站在独裁这一方 中国人民是站在起来抗争 为了追求自由的人民的运动 所以他们在这点上 应该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当时我们去也是基于一种 就是说 中国那么一个强大的独裁者 有那么多的反对派人士 他们来到了国外 他们受到了西方国家 美国 欧洲 澳洲 新西兰 所有的那些自由国家 人们的帮助和支持 那么当一个小的国家 叙利亚人民起来反抗 专制独裁政权 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些人 去参加去帮助 要求民主要求自由的国度呢 我想应该要有法律 当然作为一个反对派的团体 很多人有各种的可能有家庭 可能命运不行 或者还有其他的各种方面 所以说没能成行 其实像我有这种思想想去 很多很多很多人都想去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当然可能也还进不去 我在这边我搜寻了三个月 用阿拉伯文用什么东西 跟他们连事都没有不得要的 但是在最多的时候 我依然出发 虽然我什么也没得到 什么也没得到 我想我必须去亲身去试一下 就是说我要进去 结果我拿给我成功 成功的跟反对派去的联系 成功的跟自由战士在一起 拿起枪跟阿萨德争取行战斗 把国际的粮食包送到他们的难民的手里 送到自由战士的手里 我跟他们并肩战斗 是吧 拿到IK47 我认为追求自由 我们是没有将界的 我们全世界之所以有那么多人 帮助我们中国人民 他们就是认为 自由是整个人类的事情 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所以我们才会有世界上 那么多的国家和人民 对我们中国的民主自由 基于极大的自己的长度 那么我想做一个 在占有人口身心的中国 我们作为一些 追求民主自由爱好的人们 那么我们当然也要对其他的民族 例如西藏呀 台湾呀 是吧 那种 但台湾也就是民族 西藏他们跟我们中国人民 就是汉一样 同样的受高的政府 独裁者的迫害和亚估 而且他们的亚估 所以说对你说的西藏主标 西藏于自由之路 那是我当时采访他们很多人的一个作品 因为我去了大利沙了 他们冒着那种 共产党边境警察的扫射 翻越雪山 无人区 有些被动掉脚趾 有些手指都动掉 有些在遇过边 那个 跑过边境的时候被共产党的 在机箱扫射 死去 有些被冻死 有些被饿死 所以我就根据所有的这种产党来说 我就制作了西藏自由之路 西藏自由之路 对 这个作品在纽约和台北的中正纪念堂 还有其他地方都冲出 那么当时有藏人中看到这个作品 当时冲出 就是说这是他们的正式的写照 就是说从他们的眼 我的作品的那个 那个塑像那个形象当中 他们看到了自己 看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 在倒下去的那一刻 倒在自由之路上 倒在这个决心自由之路 去见塔拉朗的这个 到了这个 艰辛的历史当中 所以说他们 非才有同理 这就是为他们 就是他们自己 生活的形状 最具自由的一个形状 所以说我这个艺术家 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作品 献给大家的时候呢 就是说能得到他们的一种共同 真正是他们的生活 当心灵的一种反应的时候 这个历史的反应的时候 我想我这个艺术家 我真的感到非常理智 是吧 那么艺术 有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当时有一个老师 他给我打开他就说 所以艺术家 最高的境界就是这样 一个就是说 你的作品给人带来美感 放在博物馆艺术馆 或者你的家里给人欣赏 这是一个取得一个非常高的成就 能做到已经非常的不容易 另外一个更加的能得的话 你的作品是震撼 打动人的心灵 这是最高境界的极品 当然作为艺术家 我想我能否打动你 但是我要的就是那个人 震动 敲击人的心灵 讨论人的心灵 哪怕我做不到 我要向这个高峰灯灯 而不是我的作品就给人 放在茶余饭 或艺术馆里面 或者给人家里一个摆设 一个美的一个享受 我想我不仅仅想说要讨论的心灵 我们拍到我们那个就是 南沙的西沙 是吧 到了沙漠中一百多度 当时是吧 对对 沙漠上也好多人都溫倒 是吧 那种在艺人年龄的那个 被制焚的那个西沙 确实那个是比较震撼的 是比较震撼的 是比较震撼的 所以那个作品也是得到 非常好的保识 现在再打来沙拉 李汪洋 生于1950年11月12日 事实于2012年6月6日 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 瓦石新城人 李汪洋先生是中国独立工会 最早的活动分子 中国的工运领袖 李汪洋先生在1983年 就组织了邵阳市工人互助会 1989年 李汪洋先生 与邵阳市组织了工人制止 参与六四事件 后因反革命先传煽动罪 而被判御御13年 从1989年到2000年的6月8日出狱 到2001年 再被判处颠覆国家政传罪 囚禁了10年 从2001年的5月6日到2011年的5月5日 累计在监狱里面被关押了22年 是六四事件被囚禁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 2012年6月6日的早晨四点 在湖南邵阳市一间医院被其清除发现身亡 现账于室内的大令山林园 我的后来的艺术作品就是 其实从六四后 把我的人生观和我的艺术的导向 我的题材我的任务我的对决中心 是已经有了很多值得变化 跟原来的美女啊 艳罪艳舞啊 那种打的那种 波林啊 这种低俗 但是波林低俗就是唯美的东西 我认为真正美的东西 应该就像罗丹的那个 他的奥米尔 他说什么是真实的东西 是罪名 我们现在什么 我们这个社会真实的 像所谓的人家把他们 他们是弱势群体 但中共就说他们是帝端人口 给他们驱离 这种就像法西斯当时驱离 刘太人一样 那么多的通报被驱干 是吧 他们流离失所 他们在那个无奈当中死亡 有些自杀 有些被冻死 所以这种东西 就像我们 就像罗丹的那个 加莱一鸣啊 像这一类的作品 是吧 在考梦还有那个 奥米尔这种 这种真正震撼人的东西 是我们应该表达 做一个艺术家 我认为真正应该表达 我们这个时代 就是说 很多人说苦难出世人 在一个苦难的时候 就像俄国当时最苦难的时候 一大批世人 一些金啊什么东西 就是在雨果当时的资本主义 最干的时候 有雨果这种 这种留下来的不朽的作品 是吧 那像我们这个时代 这么一个苦难的时代 其实给我们的私人 和艺术家作家 是一个提供的那种 非常多的元素和素材 我们可以去表现 这一代的真正有分量的 正能发胃的那种 真正的作品 是吧 所以说我认为呢 虽然我们这是一个苦难的时代 但是给我们制定了 非常多的那种 创作的素材 就像《女王女》 这种在世界 现在世界史上 是已经不肯在把这个思想 他会接近十几年以后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 眼睛也下掉 手脚都已经走不掉路了 在这种情况下 当他出业的时候 人家香港记者采访他 他说出 应可砍头 也不回头 应可砍头 也不回头 那种 精神 两秒在这个 独裁政治 不回头 但他有没有被死 他在这种情况下 就吊死他要 因为就是他 死心的 就是自杀的 眼睛都看不到 路都走不动 他说出 他这命可砍头 也不回头的 好远 照顾是 他会去自杀 对 香港四十多年 上街游行 抗议中心 甚至要残暴 但是 就是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 这个领域 这个领域 领域的领域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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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初的爱好 自由的人生 向他学习 永远 努力我们 对 在这个自由道路上前进 对 永远是我们的讨论 对 在我们这个时代 有太多的人去唱战歌 有太多人去歌颂 这是一个盛世 而缺少这种有风骨的艺术家 去表现 向我们表现社会的另外一面 表现他的真实的那一面 无论是西藏的制魂的人 还是李汪洋先生这样的硬骨头 在我们的中国的民间 是有一大批这样的人的 但是他们呢 被这个信息所封闭 那么 好在我们有陈文明先生这样的艺术家 他一直在默默地 做着这些艺术的作品 挤露着真实的历史 给我们呈现出 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 这些人他们的应用的故事 感谢我们有这样的艺术家 感谢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作品 那我们希望陈文明先生呢 今后也会为我们奉献更多的这样的作品 那我们知道呢 陈文明先生 他有一个自由雕塑公园 那我们请陈文明先生呢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自由雕塑公园呢 他的未来的发展的这个 有哪些方面的想法呀等等 陈文明老师 其实你也有共享啊 其实像我这种最群自由 心灵自由的标注家 人技术家 还是会有点少的 像罪宁啊 陈丹钦啊 在中国的这个名单很长 在中国有一大部分 他们在为自由在那里 是吧 我仅仅是其中的一员而已 那么 当然我在一个自由的社会 我想 我其实条件比较厚 他们比我更加牵手 最起码我们有自由的空气 对 他们会受到专制的 专制者的状态 是吧 很威胁 是吧 失去工作 失去人生自由 那我这边怎么样 条件虽然差一点 但是我这边杀人就是自由 对 是吧 我有很多程度来帮助我 那就是你刚才讲的自由教图面 也是其中一个部分 那么我就想把这个自由教图面 建成一个我们共产主受难者 甚至是全世界共产主义 包括共同欧与前苏联合力 共同欧与前苏联合力 所有在共产主义独裁专制下受难者的这么一个纪念 主要是公元 里面有纪念品 有多的 但是 是就是李明星先生 还有像林昭先生 你知道 刘晓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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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差不多已经在最近已经列出一个我的创作的计划 只有11个作品 我要陆续根据我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作品 放到调琼里 而且我的一个自由的火炬下面的纪念坊 就是一个像山像人字型的作品 这个基座就是一个纪念坊 就是若是大理上的建筑和人群之类 所以里面有我的很多的 比如有包括国务建民啊 国务建民啊 里面匹特啊 罗兽啊 他们跟我们很多的这种资质 我想在一个自由的土地上 我们应该有留下我们中国人为民主自由的忠记 而且这不仅仅是留下一个忠记 教育后裔 因为在一个 如果被遗忘了历史的这个国度 它是没有钱的 就像中国他们遗忘了历史 他的历史会重新在文革先里面 习近平一直要重新分析 他被姥姥重新永远一个掌权 是吧 这种在国际是会完全是个效果 倒退 历史倒退 没有任何可能性 因为中国在文革以后马上就把这张历史 就是掩盖 是吧 再也没有这个历史故事的存在发生 六四也是没有这些东西 是吧 所以在人们的记忆当中没有这种残酷的这种历史事件的话 他们就会认为现在的习近平他做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危险 而当你看全世界像二战以后建了那么多的历史国 就记录当时大署的好事 怎么残害罗太日本是吧 日本人的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历史 才能使原来一个中国主义的日本现在走成一个现代的 是吧 是吧 非常的能够到全世界的一个优秀的 从怎么一个中国主义脱胎成一个现代的那些世界 那中国人民有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呢 他根本就没有本来是一个战胜国 但是由于共产党的这种政治 把历史里面都能去歪曲历史 他们在进行倒退 是一种倒退 没有向前进 像一个日本这样向前发展 从一个独裁的军事 军国主义的一个社会 走向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而中国从本来是一个 民主的一个社会 由于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 完全倒退的比民国更加落后 更加有费 更加质量的一个独裁政权 所以说我所做的这些东西 我想让世界人 包括中国的美国人 看到中国有那么一波人 为中国的自由在那里 有李万云这种勇士 有像林昭那种勇士 有像杨家那种勇士 是吧 你不可以说我给你一个说法 是吧 所有等等的那种 为中国自由做出贡献的人 为世界历史 自由历史做出贡献的人 都在那边有他们的族 有他们的市集 永远的传授 永远让人们记得这段历史 让这种悲惨的历史 在乎成年 所以说现在 就像有一些 昨天老李他们说 这是自由公民 自由全面做出贡献的人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 当然 就是说到 这个是一个公共法律 大家都讲到这一种 我认为确实 共振是要所有人可以参与 我们这种参与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参与 其实很简单 你就去散步 就像我用雕塑刀 有些人用怕的 是吧 在中国也没有什么危险 在海外也没有危险 你大家都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推进的 一波一波的 就像茉莉花运动 难道是一波能达到 三次中餐吗 兄弟登山各自发力 每个人都用力 每个人用不同的手段 这其实就像当时的干地 不合作运动 是吧 他不是用武力 不是用暴力 他就是自己 我不跟着活动 我们把人家都到法院去散步 是吧 这种人群 每一个一个小点 每一个杀 就能聚杀成品 是吧 那么我这个刁笔 和这个名 一个一个名字 它能创造出一个巨 一个思想 一个行动的巨人 本来它就一块个名字 它能什么 让人随便挪捏的一个泥巴 可以打碎了 中国人民也就是这样 让独裁共产党随便捏的一个泥巴 但是当作品凝聚以后 它会永远的重新下去 对 一百年两百年它永远的 所以它是在这个世界 那么就是共产党手下的一个牺牲品 对 它是没有力量的 没有 而这是有力量的 是有灵魂的 而且 我认为在我去了叙利亚以后 我认为中国人民共产党进行是什么样的 全民共产党从小开始 从每一个人开始 也可以做成太大的败家 嗯 然后 有了人民的纳好 有了人民的聚集 当有一天 中国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的时候 嗯 我们就可能会 有造成一种军人的一种条例 是吧 你首先像我们从罗马尼亚 嗯 从俄罗斯 嗯 东欧 所有德国都什么 先有人民的反抗 人民不同的声音开始 然后才有人民的反抗 才要呼喊出 萧莎师父是个独裁者 嗯 然后有一百人 一千人 一万个人 本来这些 在广场上 在清听 萧莎师父 那个洋洋沙沙的 那个演说的时候 嗯 都是萧莎师父 重视追随者 嗯 是听听他的演讲的那些人群 嗯 因为有了反抗 反抗的声音 一开始是一个 然后是一百个一千个 整个官方连成一片 才有了 这个独裁者 嗯 才坐着飞机 抛走 但是 他的下场 习近平的下场是一样的 没有多久 就被抓 带兵了 是吧 大家带住以后 就被抢兵了 是不是 嗯 那么我想习近平也会 现在你别看那个 习近平用全民的用户 嗯 全人大代表 所有人人的高票当选 全票当选 嗯 那么独裁者是一样的 其实我看到了阿萨德的命名 嗯 完全也是高票当选 全民用戴 嗯 但是他所幸运的是 有一个俄国的独裁者 和中国的独裁 伊朗的独裁者支持他 所以他才没有倒开 我去那边已经80%都已经是那个了 都已经自己用土地 马上就要解放了 嗯 整个都希望 嗯 那个胜利已经希望了 嗯 不是曙光 已经完全是有把握了 嗯 但是 你是个 有的是个参与 如果 不光是飞机大炮 嗯 当 他们的军人 被消耗了很多的时候 已经没有能力进行反抗 已经归宿到几个城市的时候 他们会 几千人的特种兵去支持阿萨德的独裁争 对 使他才站稳的脚步 对 如果像中国这么大炮 哪个国家能帮助中国的独裁者呢 嗯 当人民起来大喊的时候 然后变成起义的时候 嗯 那么 中国的军人 就会倒向人民的一边 对 在那个时候 政府里面的人 也会产生的动摇 那么就是从人民开始 从民变到军变到整个 中国的民主才会有胜利有希望 我想那一天一定会到 随着那个习近平的道心逆思啊 我想这条路上 这个民主竞争会做得更加快 而不是更加慢 因为所有的天亮以前的黑暗呢 是最无敌 最无敌 但是 黑 越是到了最黑暗的时候 就开始要醒醒 上帝要唐灭亡 必须让他疯狂 谢谢陈老师 谢谢 我想 民主事业呢 浩浩荡荡荡 是吧 就是中国习近平才讲的 顺治者 仓 一直是 亡 我想中国的民主 相公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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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